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学国学网》 我是毛佩奇 今天我们继续讲明宫一案 上次说到建文帝的下落 万历皇帝问他的首府张居正 建文帝下落如何 张居正回答 国史无考 他说 听说在广西 有一个人在墙上写了一句诗 叫做《牢落西南四十丘》 据说这个人是建文帝 后来被迎入宫中扬起来了 以后的结果不强 明代的学者沈德福写过一本 《万历也获编》 他对于张居正这个表现很不以为然 说你看张居正这么大的学问 他这么高的地位 怎么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呢 实陆里清清楚楚 记载了这件案件呢 沈德福所说的 是正统五年发生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石禄是这样记载的 说有僧年九十余 自云南至广西 云我建文帝也 有一个和尚啊 九十多岁了 自云南走到广西 而且到光府说 哎呀我是建文帝 张天师说 我要受四十年的苦 今天已经满数了 应该还国了 这个和尚就把这一番话 到了斯恩府 长官面前说了一番 于是地方官陈英 就把他礼诵到京师 这是件大事啊 朝廷找了很久啊 你想从建文末年 到永乐二十多年 到了红西 到了宣德 到了正统 已经过了四十年了 朝廷一直在找建文帝 找不到啊 但是他们被送到以后 要经过辨认和审问 结果这个僧人 叫做杨英祥 是君州白沙里人 有姓名 有家乡籍贯 而且年岁对不上啊 说八九十岁了 九十多岁 那不对啊 建文帝劳落西南四十秋 加起来他的年龄 那也就是五六十岁啊 怎么到九十岁呢 不对 显然 这是一个诈骗案 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诈骗案 他们把假的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去辟谣 你说这个是假的 偏偏很多百姓不信 特别是建文帝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建文帝的下落 现在你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僧回到了宫里头 他自称是建文帝 你们说不是 老百姓不相信呢 结果这件事越传越远 越传越远 反而成了无头之案 建文帝的下落究竟在哪里呢 有人说建文帝 确实烧死了 你看实录里就记载了吗 说建文帝在宫中火起 很多人去寻找建文帝 就找出了尸体 说这就是建文帝的尸体 而且礼葬了 安葬了 但是也有说 既然礼葬了 那么坟墓在哪呢 什么时候葬的 用的什么礼节 谁参加了葬礼 没有啊 还有人说 这个尸体是假的 这个尸体本来是皇后的尸体 冒充皇帝的尸体安葬了 真的建文帝逃跑了 所以老百姓宁可相信 建文帝是逃走了 而没有死 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号 叫做让皇帝 说你看 这个皇帝啊 有皇位不做 让出来 所以说他是训过皇帝 那么说他是训过皇帝 让皇帝 对老百姓心里是一个安慰 你看我们喜欢的这个皇帝 没有死 再一个呢 他品度很高尚 皇帝都不想做 这样一个说法呢 在民间就广泛流传 如果说建文帝跑了 那么他怎么走的 怎么跑的 具体情节是怎么样 传说的细节都很丰富 据说建文四年六月这一天 燕军攻入南京 攻中其火 在紧急时刻 建文帝走投无路 准备自杀 这时候 有一个少见 王月 跪到建文帝面前 说有一件事 现在我要对您 兵报 说太祖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一个匣子 告诉我们 在危机时刻 才可以打开 建文帝说 赶快把匣子取来 这匣子是红色的 索用铁交住了 继续砸开 打开这个匣子 里边有杜碟三张 什么叫杜碟 就是宗教职业的 那个证件 如果和尚要出家 要进行超度 发给一个证件 叫杜碟 这三张杜碟上 分别写着英文 英能英贤 那么英文英能英贤 显然是有所指 这英文就是建文帝 叫朱于文 那其中还有袈裟 还有鞋帽 还有剃头刀 当时拿出刀子 就把发剃了 于是 他身边的几个人 杨英能 杨英能 叶西贤 你看 英能英贤 就跟着他一起 逃出了宫中 逃出宫中 据说是走的是水门 宫里头有水关 通往宫外 他们几个人 他们几个人 通过水门 走到神岳罐 神岳罐前面 有一条船 准备好了 说我在这里 等候很久了 这些人就乘船逃走 那么 建文帝 从此一路 到了湖南 云贵 广西 这一带 所谓牢落 西南四十丘 后来就发生了 那个和尚 自称 是建文帝 经过清朝人 很多学者的考定 认为 这些故事 记载 都是后人编造的 完全不可靠 建文帝的下落 至今仍然 没有找到 它成为 历史的一个谜案 史学界的朋友 和 各地的 观众 都非常关注 建文帝的下落 这件事怎么解决呢 开会来讨论吧 于是我们就在 在2010年 在南京 由 明孝林博物馆 组织了一次 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 就叫做 建文帝下落 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大家都来参与讨论 我们请了 海内外的很多学者 包括 港澳台地区 包括 新加坡 日本的学者 都来研究 建文帝下落 当然 作为学者 大家本着严肃的态度 都更注重 建文帝这个人 在历史上的影响 他的真实历史情况的研究 建文帝的下落呢 都根据 实实在在的材料 去进行论证和追踪 我们同时也请了很多 自称是建文帝后代的人 请了很多 各地文物旅游部门的人 很多旅游景点说 这里曾经是建文帝 来过的地方 比如说云南 世子山 有的人说 我就是建文帝的后代 我姓让 让就是让皇帝的意思 这种建文帝的所谓后代 在湖北有 在山东有 在河北有 甚至在朝鲜也有 当然这次我们没有请到 朝鲜的自称建文帝的后代的人 这些人经过讨论 建文帝的下落 仍然没有找到 但是开列出来 建文帝所曾经到过的地方 有传说建文帝坟墓 所在的地方 一共有一百多处 这样我们就想到了 明末清楚 著名史学家 扎记佐 他在最为路当中 写道 建文帝的下落 他开列了一十二种 他说现在建文帝下落很多 我开列这么多 可不可信呢 他说要是真的 一个就够了 还有这么多吗 所以说 在明代的时候 建文帝下落是个谜 这个谜一直流到了现在 尽管传说很多 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确凿的材料 来证明建文帝究竟下落如何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